中佳恩在澳門出席聖誕裝飾揭幕活動 穿到一身閃亮亮 非常有聖誕氣氛 佳恩又說想聖誕禮物遇到困難 小朋友未想到 因為他們什麼都有 現在小朋友真的幸福到 生日的時候收回禮物嚇死人 多到整個生日 我真的覺得太多了 所以我們有想 不如買一些比較細小的 然後我們希望其他已經有的禮物 我們想集合在一起 去一些機構 然後送給小朋友 是沒有這些禮物的 所以我希望今年會這樣 給小朋友 我老公就特別一點 因為我老公聖誕和生日 接近到不得了 每一年他的生日 好像聖誕 所以 其實我今年真的要想想想 計劃 導致他快樂一點 開心一點 我打算 買手錶給他 他不會知道的 因為不懂廣東話 也聽不到 提到早前有粉絲 畫了一幅全家福送給他 穿著足球衣服 嘉欣就開玩笑 我覺得他們暗示叫我再生日 有沒有什麼計劃 能力上我覺得我可以 但是呢 現實生活上 你見不見我現在很累 還是不要了 吳先生便可以想一下 復出 近日都有報導說 古天樂想簽你 我猜是一個很掛著我演戲 或者唱歌的人 去製造這個新聞 但是我和古天樂公司的同事 裡面的同事 其實都很close 大家都是好朋友 有些什麼 大家都會互相幫助對方 互相鼓勵幫助對方 所以你說 將來有沒有更詳細 合作的機會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很open 都要看一下 看緣份